为台军演的同一天 正在访问欧洲的台湾前总统蔡英文 也在捷克出席了2000论坛 并和捷克总统帕维尔握手寒暄 不过他们不会举行四眼会谈 蔡英文将和捷克国会两院的议长会面 蔡英文也在脸书透露 自己到捷克前总统哈维尔的墓园致敬 感念他捍卫民主不畏强权的信念 他形容台湾和捷克不止在贸易上的伙伴 更是在自由民主和人权上理念相近的伙伴 即便面临各种的挑战 只要共同的坚定面对 必能建立一个更有任性的民主制度 蔡英文会见捷克的台湾留学生 共同探讨台湾在全球供应链的角色 和地缘政治议题 他形容每一名留学生 都是台湾走向世界的触角 呼吁他们多结交不同国籍的朋友 向世界传达台湾的民主和友善 并加深台湾和捷克的密切关系